因为德云斗笑社的延期 德云社的演员们也纷纷开启直播模式 为德云斗笑社第二季增加热度 这不秦潇贤何九华已经提前打了个样 而在8月17日 德云社曹赫阳 杨九郎开启了直播模式 看到这儿有网友来了一句 这两位在直播间吐槽扫黑风暴 更新慢的事情上了热搜 还被德云斗笑社的官微帮忙喊话 而扫黑风暴官微看到后 直接就给安排了 表示从本周四开始就可以超点了 看到曹赫阳 杨九郎直播给观众带来的福利 不少喜欢扫黑风暴这部影视剧的网友 对二人发出了感谢 曹赫阳直播时表示 昨天扫黑风暴第11集更新了 可是自己点开了又关了 随后曹赫阳向杨九郎讲述了 为什么关闭 就是因为就更新了一集 看着太不过瘾了 昨天晚上更新第11集我就没敢点 我刚点开我赶紧就给关了 对我也是我就赶紧不看了 我想再养一集 要不有一天一集太难受了 对这个真的吐槽吐槽 承讯这边确实 哎呀一天一集真是 而杨九郎同样是吐槽了一番 表示更新的太慢了 看到这两位的吐槽 德云豆笑社官威 怎么能放弃这个催更别人的机会 直接截取了这一段视频 不仅创建了一个话题 还直接喊话扫黑风暴的官威 连续喊了好几个催更 看到德云豆笑社官威这么调皮 不少网友也纷纷喊话豆笑社 你没事催更别人 你什么时候播出呢 当然德云豆笑社官威 也是意识到了 直接来了一句 好家伙 感觉着催更的字眼 有点眼熟 看到豆笑社官威这么可爱 有网友来了一句 背后的编辑 是个可爱的小姐姐吗 估计似的 要不文案 应该就不是这个风格的了 而扫黑风暴官威看到后 也是积极回应了 做出了调整 当然看到这三方如此的操作 有网友来了一句 这是不是他们商量好的呢 这个应该是有可能的 毕竟这么偶然的事情 不会这么轻易发生的吧 也有网友表示 这种偶然的事情如此发生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毕竟大家都在家闲着没事 追剧也是一种生活 毕竟孙宏雷的演技是十分棒的 也是非常有感觉的 当然无论是安排好的 还是偶然的 结果都是大家最想要的 那就是可以超点扫黑风暴了 而且在8月18日 德云豆笑社也正式官宣了播出时间 那就是在8月20日 这次可以说是稳稳的了 这次双赢的互动 可以说给双方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观众们是最幸福的了 不知道是不是催更完 扫黑风暴 自己不好意思了呢 雪 ゴ 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